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不是我考虑的 这你不管啊 我原来还以为是个棒球棒呢 你看这个 这个不是路带的地方 跟巡路我不敢说特别像 反正跑完这个一万米以后 通常都是这种这样 绿色影响力由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映 大家好 绿色影响力有我也有你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本期节目 感谢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 对于节目的大力的支持 首先想问我们现场的观众 几个问题大家可以用举手的方式 来表达啊 大家去过草原吗 骑过马吗 坐过巡路拉的雪橇吗 去过北极圈吗 越来越少 其实后边两项我也没有尝试过 但是今天我们的嘉宾呢 去过草原骑过马 坐过巡路拉的雪橇 也到北极圈呢 去游走了一番更重要的事 他们是带着保护民族音乐 和探访文化根源 这样的目的所去的 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听着熟悉的吉祥三宝 不仅会想起猛族歌手 布仁巴雅尔和其妻子 俄文克族女高音歌唱家吴依娜 早在2005年 他们就成立了草原之友环保协会 带领着吉祥三宝演出团队 去牧区做保护草原法律的宣讲 近三年 他们走遍了凹鲁古雅 以及北极圈的游猎部落 东京一百二十一度 北围五十一度 大兴安陵北段 根河市的凹鲁古雅乡 生活着中国最后一个 使用巡路的游猎部落 始路厄文克族 他们对山林和巡路的热爱和珍重 深深地感动了他 依次发现和探寻自己民族根源的 艺术和文化的巡根之旅 激起了他们创作舞台剧 凹鲁古雅的灵感和动力 他们希望通过原生态的展现 将始路厄文克人的文化和精神 传递和延伸 好 朋友们 让我们掌声有请民族歌唱家 布任巴雅尔和他的妻子乌日纳老师 来有请 你好 布任老师您好 乌日纳老师您好 来 请坐 欢迎来到绿色影响力节目 你坐这边吧 所以你看 谁在中间就表现了家庭地位的高低 是吧 来 请坐 刚才我们虽然是一个很短的短片 大家还是对你们这个前一个阶段 致力于原生态文化的这种挖掘保护 包括再一次的呈现充满了兴趣 来说一说 这次你们去探访这些北方的游牧部落 特别是这个驶路部落探访的过程当中 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难忘的事情 草原上我们长大的时候 因为我们对自然环境也是非常的关注和关爱的 那么森林深处的这个驶路部落呢 比我们做得更好 这是让我们感动的地方 有哪些细节给你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比如说他们就简简单单的 自己的这个烧炉子做饭的时候 它这个森林先从河里边河流石搬到一大片 土在地上 然后在上面就在生炉子 这样的 那多麻烦啊 很沉嘛 是吧 是麻烦一点一点搬过来 还是把搬的地方很遥远 但是为了这个森林的安全 他们一直这么做 其实人家这个千万年来 都是养成了这样一学习惯 这种保护森林 保护环境的这种意识 已经融化在血液当中了 我们也可以说他们的生存环境 他们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艺术音乐 舞蹈等等 都是融为一体的 但朋友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 还有另外一位嘉宾 她就是原生泰的舞台剧 《敖鲁古雅》的主演 齐齐哥马女士 齐齐哥马你是蒙古族吗 我也是俄文客族 你也是俄文客族 所以这样能够表现自己民族的 这种原生态的艺术 对于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非常神圣 是一个神圣的责任 一直在享受这个美好的过程 等会我们还有机会来请齐齐哥马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 在这之前 我们也在聊聊这个环境的问题 我们都说这个巡鹿 是你们所走访的这个 史鹿俄文客族的这样的一个 生命当中的一个部分 说说这个人和巡鹿之间 到底能够有多亲密 我们的史鹿部落的俄文客人 一直在山上生活 到现在还没有下山 曾经就是十年以前 也是政府比较关注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问题 所以让他们就是回到城市 让他们定居 后来有一部分列民都下来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他们最后一个女酋长 玛利亚索老人她没有下山 一直在山上留下来 后来呢 过了几年以后 现在大家都明白 因为她下山的话 巡鹿就不会有生存了 因为呢 巡鹿它是非常独特的环境里面 才能生存 就是为了保护这些巡鹿 这位老人还是自愿留在山上 对对 所以呢 俄文客人和巡鹿是 都互相离不开的一个关系 而这一次 乌尔娜老师和布人古牙尔老师 他们制作导演 包括您做这个艺术总监 来演出的这一台舞台剧 原生态的舞台剧 奥鲁古牙呢 这其中就用了真正的巡鹿 也来参演了一把 对 我们来通过一个视频 先来欣赏一下 你看这舞台的这个后方 对 就看到一头巡鹿来了 好漂亮啊 那个路角是很漂亮的 威武而美丽 这是我们文科列名 太好了 所以北京的观众看到这样一头 真正的巡鹿走上舞台的时候 觉得是非常惊艳 这也是一位巡鹿明星 这样一头巡鹿来到北京 他生活肯定非常不习惯吧 特别的不习惯 他是一定在山上 卑微五十一度一下 才能生活 所以来北京他太 对他来说 关键是皮熬也脱不掉 对 我的吃得不对 喝得也不对 他已经瘦了好几斤回去了 真的 他现在终于知道 北京人的生活 并不是样样都值得羡慕的 对 对他来说 真的太痛苦了 是不是可能在想 这不是人呆的地方 这个不是路呆的地方 这不是路呆的地方 吃得饱吗 这不是我考虑的 这你不管了 我原来还以为是个棒球棒呢 你看 我可以对他说 一切都不让他去带忙 他都不让他去带忙 他如果是我的一个领导 呢 我已经路了 我面对他记得了 好 我们节目有一个规矩 就是说观众或者嘉宾 答对一道问题 我们节目组会以他的名义呢 在北京郊区种一棵树 这如果要说答错了呢 那得用我们节目组的名义 替我们种棵树 题面是什么呢 来 看大屏幕 请问 巡路的主要食物是什么呢 A 苔藓 B 树叶 C 蘑菇 请举牌 我觉得路在山上嘛 肯定要吃树叶的嘛 哦 你是根据他生活的环境 来这样猜测的 我觉得吧 这个巡路他在这个山上 气温比较低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选A 选A 吃苔藓 对 吃得饱吗 这不是我考虑的 这你不管了 这你就不管了 来 我们请乌芝拉老师 来宣布正确答案 主要是苔藓 苔藓 A 选对了 恭喜我们后面的那位女士 其实啊 八月份他们也吃蘑菇的 也有一些那个果树 也少量的吃 它是五月份的时候 五六月份的 但是呢主要是主食是苔藓 哦 主食是苔藓 对 蘑菇呢是作为小菜 小菜 果树的树叶作为甜点 对 对 属于他们的水果 哦 是这样的 但是呢主要是没有苔藓 是他绝对活不了 所以其实因为巡鹿主要是吃苔藓 所以这个石鹿俄文客族呢 也是跟着这个巡鹿 每年都要迁徙是吧 我听说这个部落 好像这个人数不多了 人数不多 他才有243个俄文客人 十路不落 但是呢他们呢不停地 每个月现在不停地搬迁 每个月都要搬 每个月都要搬 以前呢更 半个月就搬 现在呢还好一些 因为是这个原因 他那个苔藓这个密 特别密的森林里边 太阳直接不照射的地方 才长得好 对 所以呢 西点的地方他就没有了 所以他就 就一块一块 他不是一大片的 吃这一大一小片以后 赶紧搬走 再找到更密的森林深处 再找这个苔藓 像这个森林深处 这个苔藓能长得很厚吗 有点像这样的 能就长得这么厚啊 长很厚这样 一团一团的那种 类似这种的 对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苔藓就是薄薄的一层 在石头上 我在想那怎么够吃啊 像你们带来的一些工具 包括乐器等等的 都是跟这种生活环境 有很大关系的 对吧 对 您能给我们 解解一下吗 比如说这个是花束皮的 一个果盘 我们现在 我现在在北京 是用果盘来用 他们当地是放他们的脸巴 那个脸巴 那个面包 脸巴 面包 还有那个露竿 这是干嘛用的 像个这是什么 这个是不人吹的乐器 这是乐器 我以为是个梭子 我以为是那个 什么皮件的梭子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是我们俄温客 石路部落俄温客人 用的最常用的 广泛式用的口弦琴 这也是个乐器 对 我以为是起啤酒瓶的盖子 对 太无知了 太无知了 让波仁老师可以吹一下 而且这个制作得 非常的漂亮 是 那我们满足一下 我们的好奇心 这个特别简单 哇哦 好神奇啊 我们的客人啊 在山里面每个部落 生活得比较远 所以呢 他想念自己的朋友啊 特别孤独的时候啊 或者是高兴的时候呢 都拿起自己的这个口弦琴来吹 嗯 那像这件乐器呢 就我刚才很无知地称之为梭子 这个乐器叫什么 这个木笛 木笛 也是去论文化 哦 因为它非常独特 它可以学各种森林里的鸟 森林鸟的声音 哇 真好听啊 它把它的木头等于是中间给雕空了以后 能够出来这么美妙的音乐 对对对对 哇 那这个呢 这个应该算他们的笛子了吧 原来也是 这个森林里面有各种植物 通心的 随便踩一个 弄个烟它就弄吹玩 哦 完了就扔了 它们有种 有梦文化这个特点 它不提的东西 但是后来呢 这种就用铁做了 这就永远 永远就不用 改良了 一年实际都可以玩了 我们十个我和吴克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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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悠扬啊 就是那种 亲人心脾的感觉 我原来还以为是个棒球棒呢 你看这个啊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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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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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市中行 提醒您 下一节 更精彩 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市中行 邀您进入 绿色影响力 我看见 对 这个户人老师 好像旁边那桶里 还有一些宝贝啊 对 这是什么呀 这陆绍 哦 陆绍 我原来还以为是个棒球棒呢 你看 这个陆绍是 召集巡路的时候 召集巡路 对 你一吹 路就过来了 不是吹 往外吹吹的 是吸 啊 这是吸的 对 这样 哦 这声音非常的红亮啊 就是这个是模仿巡路的声音是吗 对 模仿巡路的声音 小鹿 真的是太神奇了 而且我听说这个文科组他们的唱歌歌唱的时候的这种演唱方式也有一些独特的地方 对啊 模仿模仿了什么动物的叫声 那猴鹰还请乌仁大老师再给我们表演一下或者请奇奇哥马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掌声有请奇奇哥马来给我们带来一段啊这个猴鹰的演唱 好 谢谢奇奇哥马啊 请回座位 所以刚才我们的三位老师 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恩恩客在演唱的时候 这个猴鹰的这种技巧 那么它是在模仿自然界的 哪一种动物呢 来 请举拍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难点 就是在于 我们都不知道 巡鹿 仙鹤和松鸡是怎么叫的 是不是 所以更不知道是怎么模仿来的 前面这位 搭个子 来 你来说说 你听过巡鹿的叫声吗 没有 没有 那你怎么没选后边两下 选的是巡鹿呢 我感觉咱们这些节目 主要讲的就是巡鹿吧 看我们前面都在讲巡鹿 你就这么选了 好 后边这位男士 因为当时我看英国的BBC 拍那个Wild China 然后第一个出来的画面 就是丹顶鹤 模仿那声音 特别像老师刚才模仿那个声音 所以你看过这个纪录片 对 好 还有一位选C的这位男士 您旁边的这位朋友 我在东北当过兵嘛 我觉得苏尼就这样 您在东北当过兵 这比较靠谱 您学一个 我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请乌尔南老师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一开始波仁老师我们俩唱的是那个驯鹿的声音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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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驯鹿就这么说话 驯鹿的说话 而且呢是比较发青期的时候 哦发青期的对 呼吃歹車 比较着急 第二个呢那个鲜鹤的声音 我们那个鲜鹤是 它是这样子的声音 您那舌头怎么能那么灵雕地使用 还有一个C呢 送鲭的声音 其实最后七七哥们 我们俩唱的是 这个是松鸡 还有其他鸟角的声音 再往上再高的时候 就海湯了 那种可超声波那种感觉 您能大概教我们一方法 大家要是选驯鹿呢 还是选那个松鸡呢 我知道了 我们现场的男士 都打算学学驯鹿的叫声 来 男同胞们请起列 我觉得啊 有几位还比较羞涩 您刚才比较投入的 后面那位男士 我要非常感谢你们 你们非常投入 对 其实就是要有一个 天秦的释放啊 而且我发现你们这种 就是发出的这个声音呢 跟巡路我不敢说特别像 反正跑完这个一万米以后 通常都会这种声音 我要掌声送给我们现场的男士 像这三年以来啊 扎根鱼或者说是 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远东 这些列民部落呀 这些游牧民族的 这种生活音乐当中 你们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因为走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的那种 就是历来的那种对大自然的环保仪式 因为呢我们 大家知道我们做的 《奥鲁姑娅》这个舞台剧 我们的主题是感恩题材的 因为这些俄文客人 草原的牧民呢 都是对大自然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态来生活 因为我们的人类 今天有吃的 有穿的 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所以呢他们就把他当自己的母亲也来看 我们就不愿意让他疼痛 我们今天吃够了 穿够了 他绝对不会多拿砍一个 或者是多挖一个 他们是这样 他们的这种的东西是特别地让我们感动 所以他们就把周围的这个森林也好 小鸟也好 都当成自己的朋友来看 甚至把他们当作神灵 神灵来 山灵 神灵来看 说得太好了 其实我们今天在讲环保 很多人还觉得 这是不是城里人的一种空谈 我觉得在这些原住民的身上 在这些部落当中 我们学习到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 他们不是把自己觉得高高在上 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什么都要为我所用 我觉得那样一种与自然的关系 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虚心地向他们来学习的一个地方 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来到节目的现场 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 都要请我们的嘉宾来提出绿色的倡议 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 可以通过绿色影响力的官网 来为你最欣赏的 最愿意去付诸于实践的绿色倡议 来投票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人也是要是 关注我们森林这个石鹿部落的 这些俄文科人的生活生产方式的 这种的一个群体 让大家去关注它 让大家希望认识他们 他们为什么对大自然 怀着一个甘恩的心态来生活 我们永远爱护我们自己的共同的家园 我们永远爱护我们自己的共同的家园 夫人老师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跟绿色最接近的人群 在我们边远地区 他们是一种传承着一种绿色的 那么我们发展过程 城市化过程 一定要不要忘记 为了绿色 我要保护草原 我要保护森林 保护这个农村文化的话 那么应该关注他们 然后应该充分地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 才能够保住绿色 谢谢 这太好了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他们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 保护我们原生态的文化传统 所做的如此多的这种努力 我们也向他们致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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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绿色影响力 绿色影响力 有我也有你 也感谢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市分行 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 朋友们我们下周见 3年 10月18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